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又再大發神威 昨天他接受了霍氏商業頻道的採訪 當他談及到香港問題的時候 又發放了一些非常語氣重的說話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特朗普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有講到 說香港在中國的管控之下 永遠是沒有辦法成功 在中國收緊管控 抵制數以千計的管治人才下 香港將會由全球的金融中心跌落地獄 特殊的地位將會終結 意味著香港將會失去了吸引商界 並且和倫敦、紐約一起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能力 香港的市場將會陷入困境 沒有人會願意到香港做生意 特朗普又提到 說中美建立的長期關係 激勵了香港以自由的形式 獲得巨額的資金流 但是 一旦中國採取侵略性的手段 他就會將這一切 全部都收回了 他這番說話 很明顯是在呼應上星期他提及到 說香港的交易所和商界 將會走向枯竭和失敗 而且他當時亦曾經提及過 說要收回所有香港擁有的特殊地位 結果 最近他就說 香港製造的產品不能再標示Made in Hong Kong 就要貼上Made in China的標籤 根據這個往績顯示 每當特朗普對香港事務放緣狠話之後 隔幾天就會有一些針對香港的新措施出台 上一次就是這樣 到底是否意味著 今次都會是一樣 我們就真是可以拭目以待 接著還有一件非常之重磅的消息 都是關於特朗普本人 就是他竟然成功推動到 以色列和阿拉伯聯合油長國之間 達成了歷史性和平協議 在昨天 特朗普聯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和阿聯酋王署阿納納哈洋 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 裏面提及到 說三方面都很希望借助今次的歷史性突破 能夠推動到中東的和平進程 預料 以色列和阿聯酋雙方 很快會互設大使館 和互派大使 實際上 阿聯酋就是第一個位於波斯灣的阿拉伯國家 和以色列達成了和解 今次這份聯合聲明 當然就是具有非常大的歷史意義 因為就是標誌著 以色列逐漸和波斯灣的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 大家開始互相承認對方 互相接受客觀的政治現實 就是以色列一直在這個地方長期存在 巴勒斯坦的角色 逐漸會邊緣化 以及 特朗普有本事 成功令到以色列和一個 順利派的國家達成和解 他就能夠取得更大的空間 來專心一致地對付伊朗 伊朗作為一個什葉派的國家 其實周邊的阿拉伯國家都不妥 因為大家不同派系 他就是什葉派 其他周邊的絕大部分的阿拉伯國家 都是順利派的 什葉派主要集中在 伊拉克 伊朗 以及 執政的只有敘利亞 只有這三個國家是什葉派 所以特朗普這次是居公自衛 所以連他的幕僚 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 奧布萊恩也刷他的鞋 就說特朗普 應該為此獲得 諾貝爾和平獎 如果他跟歐巴馬相比 歐巴馬獲得的獲獎 真的是完全無厘頭 兩個人之間如果要真真正正選一個出來拿諾貝爾和平獎 特朗普絕對就是那個含金量 比起歐巴馬多出很多倍 歐巴馬那個就給免派對 當然特朗普那些左翼份子就不會給免他 故此 就算特朗普是成功和朝鮮 促成到會談也好 又或者好像今次 成功促成到以色列和阿聯酋的和談也好 基本上有班人就是阿力上身 一於就當看不到 不看就算數 接著我們就看看一個非常有趣的民意調查 美國的民調機構拉斯木森 在較早前發佈了一份民調結果 有59%的美國人認為 即使拜登真的順利當選也好 他都沒有本事做滿第一屆的任期 換言之即是有接近六成的美國人都認為 就算拜登這麼幸運 讓他做到美國總統登上的大位也好 以他的精神狀態 體力和魄力 根本上就沒有辦法升任 以及撐得到做四年的總統任期 中途就是會撐不住 呱柴 所以拜登真的要順應天榮 華人經常說一件事就是命水 如果這條命生成是頂得住做這些大位 這樣就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這條命是頂不住的話 他都會駕崩 或者是倒楣 所以就算被拜登選得上 很可能也是會益了他剛剛找回來的副手 何錦麗 何錦麗又何許人 他首先就是一名女性 而且又是一名牙買加克人 和印度裔的混血兒 所以大家聽那個角色設定 就根本上是非常合適民主黨 以及是那些左翼份子的河車 因為他們就是最喜歡 要支持這些所謂的弱勢或者少數 那就適合他們了 所以特地找這個人回來 後來有媒體察覺得到 似乎他在過往的表態上 有多少是親中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18年8月的時候 他曾經致涵給美國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 對於特朗普 對華採取加徵關稅的決定 是不表認同的 在關稅問題上 他跟拜登就非常合拍了 拜登也說明了 一旦他上台的話 就會取消了特朗普時期 對中國所加徵的關稅 那這個賀錦麗肯定就是 拍了手掌 燒了炮掌 這樣來得認同 好了 他雖然也有支持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但是那個 不代表什麼 因為那個叫做 一致的支持 是沒有人投反對票 其實可能也沒有人敢投反對票 在這個議題上 沒有理由反對 反對是很突压的 只是因為大部分人 絕大部分人都支持 在這樣的情況下 去投反對票 就很愚蠢 因為到時 誰都知道你親中 特朗普怎樣來 評價賀錦麗呢 他就說 賀錦麗就是最卑鄙和最可怕的 美國參議員 很意外地 為什麼他會成為拜登的副手 好 不過彭博社就踢爆 說特朗普 以前曾經捐過錢給賀錦麗 去競逐連任加州的總檢察長 時間分別是11年9月 和13年2月 曾經捐款5000美元 和1000美元 實情為這些 數據就多餘 為什麼呢 首先就是 特朗普根本是兩個大黨 共和黨和民主黨 他都加入過 不過他就是成功地代表共和黨 贏到美國總統大選 所以即使他捐款給賀錦麗 又如何呢 第二就是捐款額度 5000元1000美元 對於特朗普來說是散指 是不是 這樣也挖出來說 第三就是 那個時間都很久了 11年和13年 不是19年 所以 這些歷史的 鹹豐年 拿出來說 對於特朗普 是沒有傷害的 所以就算他曾經捐款給賀錦麗 我不覺得 有什麼特別 有什麼是一回事 至於 還說 特朗普的女兒 在14年 都曾經向賀錦麗 捐款2000美元 這些也是多個鬼 捐款就捐款了 只要現在這一刻 不是再捐給他 或者跟他 有私通 就可以了 最後就再講一下 關於 美國總統大選的最新民調 霍士新聞公佈了 說拜登的支持度是49% 特朗普支持度42% 兩者差距是7% 雖然現在看來 似乎又開始拉遠了 不過我覺得不是這樣看 首先民調就要看趨勢 要看所謂momentum 勢頭 或者叫氣勢 特朗普現在很明顯是指跌回升 至於拜登就是從高位回落 當然 只是在過程當中有多少波幅 絕對很正常 一路波幅下去的時候 波幅就越收越窄 是有這個傾向 仍然是有這個傾向 因為昨天國會山報那份 民調顯示 拜登的支持度44% 特朗普是40% 差距4% 大概都是這樣 這個下幅度在這裏上落 之前是說到雙位數字的 現在已經是好了很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你這個民調 如果在加州做 或者在紐約州來做 可能差距很大 所以你要看看他到底在哪裏做 因為他裏面沒有再詳細分辨 哪一個州 我當他就是 很隨機地地 抽那些人來做 在紐約州和加州的人口加起來 五千萬 五千萬 六千萬 就算有差距 是不奇怪的 因為這個支持度 只是反映著普選票 就不是說選舉人票 現在說到拜登和特朗普之間的差距 很可能就是在 人口密集的州份 差距特別大 尤其是加州 這個傳統的南州 三千多萬人口 分分鐘 有兩千多萬都是投給拜登的 特朗普當然就是輸到 但是 選舉人票 都是只有那麼多 其實上屆 特朗普的普選票 都是輸給希拉莉的 他就是贏在選舉人票 所以就算有這個差距 就不是說 好像之前那麼悲觀 之前 雙位數字 就是太過離譜 現在縮窄到 只有個位數字 配合上升的勢頭 就不需要太過悲觀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